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 4 5 6 7 好 非常好 哇 那这个功法有点累对不对 非常好 非常的正常 那我们做这个动作 强肺调气 然后这时候如果有弹 等一下你就会能够把它咳出来了 来 右脚向右前方 45度脚 来 准备好 扩胸 1 2 3 4 5 6 7 向前 1 2 3 4 5 6 7 向前 1 2 3 4 5 5 6 6 7 向前 非常好 非常适合胸闷气喘 过敏有痰 鼻涕多 呼吸重又干渴 或者感冒的朋友 记得每天都要练 来 我们向左 再来开一次 来 向右 来向右 来 向右 向后 开下巴 最后一个回合 来 来 向右 向后 回 来 向右 如果你觉得 哎 有气喘啦 或者是过敏啦 或者是胸闷啦 这个动作都非常适合你哈 特别是在防疫期间 在家里 如果觉得 有点轻微的感冒 又不想出去看医生 不想去医院 不想去人多的地方 不想乱吃药 怎么办 来 先来试试看 这个行其脚海的方法 但是老师特别提醒哈 任何不舒服 都还是建议 你要去咨询医生 好 来 起身 我们做调气 收工 这时候我们要做深呼吸 两手抬起来的时候 吸气 来 翻掌 准备好向下 呼气 防疫期间 深呼吸非常重要 我们开始的时候 用颤掌 调节我们的微循环 打开我们整个的循环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阀门哈 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用深呼吸 不仅能够改善我们的肺气 让我们的免疫提升 同样的呢 也有安神定气 沉气 降气的效果 让我们人心平气和 不会浮浮躁躁 那也跟着老师 在家里面 就算拎一下这个脚海 这个非常行气 脚海这个功法 你就会感觉到 整个人都放轻松了 然后整个的背部肩部 都松开来 人会非常的舒服 那等一下呢 你就会发现 多久做几次 你这个弹 就可能会渴出来和排出来 看不懂的 不会的 建议你多回来几次 多看几次 也建议你每一天 都要撒开梯 这个电视 跟着老师 都要重复的来做 每天练一下 效果是最好的 非常棒 我们阵长跟大家 今天你学习的功法 行气脚海 帮着我们强肺 调气排弹 希望你会喜欢 也希望你明天 继续跟着老师一起做 如果你喜欢 记得点赞分享 告诉你的好朋友们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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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